韩庚是早期偶像团队成员 因为组合SJ而爆红亚洲 又因为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再次走红 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顶流 他写称自己是回锅肉 没有什么偶像感了 但在外界看来 他只是不再看中偶像的标签 变得更加稳重可靠了 母亲节这天 韩庚和卢靖山公布怀孕喜讯 韩庚说我们怀孕了 卢靖山说我们晋级了 这两口子拍了一组特别有创意的写真 卢靖山穿着衬衣晒出运度不稀奇 韩庚也晒出了同款运度 韩庚的运度有光可见 一看就是假的既温馨又搞笑 韩庚和卢靖山在2019年底结婚 两年多之后 终于要升级当爸妈了 卢靖山36岁算是高年产妇 韩庚也已经38岁 就要出为人妇 这一对娱乐圈夫妻相识相恋 结婚怀孕一路走来 都处于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 韩庚能和卢靖山在一起 还是吴京当月老牵的红线 吴京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叫《狼牙》 上映于2008年 这也是卢靖山的出道之作 演艺生涯的第一部作品演的就是女一号 足见吴京对卢靖山的器重 五国混血的卢靖山颜值很有辨识度 他的妈妈是中国人 爸爸是美国人 卢靖山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 是娱乐圈里真正的学霸 可惜狼牙并没有火 豆瓣评分6.4 票房只有423万 卢靖山也没能走红 2016年吴京和韩庚主演了《大话西游三》 吴京演唐僧 韩庚演至尊宝 这个组合挺为和 这片子的豆瓣评分只有4.0 票房却有3.65亿 吴京和韩庚也成了好朋友 《大话西游三》上映不久 吴京开拍《战狼2》 原本选了个混血新人演女主角 结果小丫头坐地起架 吴京才不吃那一套 临阵换脚 把符合女主形象 人又靠谱的卢靖山找来纠场 因为《战狼2》 全国观众认识了 颜值和演技俱佳的卢靖山 吴京把卢靖山介绍 给了朋友韩庚 两人一见如故 坠入爱河 2017年金鸡奖 韩庚和卢靖山一起颁奖 韩庚伸出手服了卢靖山一把 被称赞是绅士服 现在想来 这其实是两个人在暗戳戳戳戳恩爱啊 2018年初 韩庚和卢靖山官宣在一起 吴京开心地叫他们我的男孩女孩 有趣的是 吴京在电影里和韩庚 卢靖山都有过吻戏 这是什么诡异的缘分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韩庚在新西兰皇后镇郊外的森林 里迎娶卢靖山 他们的中式礼服精致贵气 西式礼服仙气十足 两口子的婚纱照 是在长城拍的很有气势 结婚后 韩庚和卢靖山从不吝啬秀恩爱 去年韩庚在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当队长 卢靖山跳舞为爱人助威 韩庚的妈妈有着东北婆婆的爽朗 非常疼爱而媳妇 还曾带着卢靖山韩庚去采茶 卢靖山曾百感交集地说 自己多了一个妈妈的陪伴和呵护 去年10月 卢靖山的爸爸卢毅在爬山时发生意外去世 享年71岁 卢毅年轻时拍过成龙的电影《蛇行雕手》 《痴迷中国功夫》 他还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 研究认知神经科学 卢毅和妻子恩爱30多年 但爱妻却在2017年初去世 母亲离开后 爸爸就成了卢靖山和妹妹Jew的精神支柱 卢靖山非常孝顺 不光经常陪爸爸吃饭聊天 工作的时候还总带上老爸去旅行 突然痛失爸爸对卢靖山的打击极大 还好韩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 或许是早就有备孕的计划 或许是父亲的离世 让卢靖山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感悟 在父亲去世不久后 卢靖山怀孕了 这令卢靖山感慨好神奇 目前他已经有6个多月的身孕 他正在孕育自己生命的延续 前几年的母亲节 卢靖山想念妈妈总是非常难过 但今年的母亲节不太一样 因为卢靖山自己就要成为一个母亲 为母则刚 最后祝福卢靖山安然度过孕期 顺利生下健康的宝宝 也祝愿韩庚卢靖山这一对幸福快乐